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他们还有婚姻的状况紧密互通有无 在联准会升息并表示今年将在升息六次后 美股在疯狂交易中上涨 华尔街日报报道 在经济衰退及乌克兰战争效应为中国带来的不安局面下 媒体观察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权力出现细微裂痕 更有包括朱镕基在内的党内退休大佬 反对习近平打破惯例继续连任总书记 报道指出 习近平如今不仅因维系与俄罗斯的关系而面临西方施压 同时还面临国内经济严重放缓的难题 这种心得不安局面 令他不可动摇的统治地位受到质疑 而朱镕基私下集对习近平以国企为中心的政策提出质疑 东京消息 日本东北地区福岛县外海16日晚间发生强震 日本气象厅将地震规模由最初公布的7.3修为7.4 地震深度由60公里修为57公里 强震发布的海啸注意报于今天清晨全面解除 镇央在福岛县外海 气象厅原本公布地震深度是60公里 后来改为57公里 工程县与福岛县观测到最大震度6强 气象厅对工程县与福岛县的沿海地区 发布海啸注意报海啸高度1公尺以下 今天清晨5时全面解除 华盛顿消息 司法部16日起诉5名代表中国政府跟踪 骚扰监视美国居民的秘密警察 其中3人分别在15 16日于纽约被捕 另有2人在逃 司法部表示 这5名被告涉嫌参与全球性的跨国镇压计划 侵犯美国民众的基本权利 罪名包括骚扰 串谋 贿赂美国联邦官员 向执法官员说谎等 刘藩和泽布里斯被捕 王淑军也被抓 这3人16日下午在纽约首次出庭 另外2名被告孙强和林启明仍在逃 华盛顿消息 美国总统拜登16日在白宫议场活动后表示 俄罗斯总统普廷是战犯 这是美国政府首次指控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犯战争罪 包含拜登在内的美国政府官员都曾表示 应由国际调查认定俄罗斯是否犯下战争罪 白宫发言人沙奇在例行记者会表示 拜登的发言发自内心 大家都从电视上看到残酷独裁者普廷侵略他国的野蛮行径 此外 美国国务院正在进行调查战争罪行指控的相关法律程序 洛杉矶消息 近来洛杉矶华人社区的地产市场上 有卖家没有卖到最高价 或买家出了最高价却没买到房子 地产人士分析这样奇特的现象 大多是有不良经济从中试图代表买卖双方 而故意排除其他出价者的行为 民众应小心见别 华裔资深地产经济袁立功表示 近期有两位朋友分别来电咨询 一位是正在卖房的卖家 一位是正想买房的买家 都遇到疑似因不良经济遭受损失的问题 洛杉矶消息 近年来外籍人士若想在美国的银行开户越来越困难 尤其是若想使用线上银行 通常要求要有涉安号码 或是国税局提供的报税识别号码 银行业者指出 银行对客户开户的确有一定要求 虽然每个银行要求可能会有些不同 但通常都要求开户者提供两种身份证明 若是外国人开户 则需提供护照和地址证明 地址证明可用母国驾照或美国住所的水电账单 无论是外国人还是本国人 开户存款也有一些注意事项 譬如开户时存入大笔现金 外国人和本国人都会被区别对待 另外存款的多少也会根据各个分行所在地不同 日本消息 福元爱去年三月曝出不伦恋 七月和江洪杰宣布协议离婚 同年12月女性三文杂志报道 福元爱和新对象横滨偷情高帅男已在11月下旬开始交往 随后横滨男被爆料已婚 但为了和福元爱在一起和前妻离婚 然后无缝接轨交往 该男前妻提到手上握有福元爱写给横滨男的四封情书 可以证实福元爱与横滨男在他们还有婚姻的状况紧密互通有无 该男前妻要求福元爱更正 福元爱提出要以100万日元作为补偿 但他认为福元爱想用钱摆平 想不到透过律师沟通后破局 福元爱进而反过来以被威胁提告 华尔街消息 在联准会升息并表示今年将在升息六次后 美股在疯狂交易中上涨 道琼工业平均指数上涨518.76点或1.55%至34,063.1点 在FAT发布声明后一度下跌 交易期间震荡幅度高达576点 石坦普500指数上涨95.41点或2.24%至4357.86点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487.93点或3.77%至13,436.55点 FAT16日为期两天的会议结束时宣布 将把短期利率提高0.25个百分点 以寻求控制飙升的通膨 FAT预测到年底时的共识基金利率为1.9% 这代表今年剩余的每次会议上都会升息 以上就是今天世界晚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期再见